好 十一柱形样样关系 我们接着来关心洗衣服的问题 网络上有这么一篇文章 这个网友呢 有点糊涂 他把这个洗碗精拿来洗衣服 连洗半个月才发现 仔细一看 哇 这两个包装实在是长得太像了 大家都在问 这个洗碗精可以拿来洗衣服吗 驾驶专家说没有问题 但是不要反过来 因为洗衣精是不能拿来洗碗的 一边是洗衣精 一边是洗碗精 您知道到底哪一个才是洗碗精吗 洗衣精嘛 洗衣精嘛 洗衣精 难怪民众补萨撒来看看这两瓶清洁用品 不论是外观还是大小 容量看起来都差不多相似度高 不过事实上左边可是洗碗精 右边的可是洗衣精差很大 这是因为被外观骗了 有网友就po文说 误把洗碗精当成洗衣精 而且还用了半个月才恍然大悟 这篇文章被疯狂转载上千次 笑他实在好傻 但如果你也像这位出球的网友一样 别怕别怕 洗碗精可以拿来洗衣服没有问题 可是洗衣精最好不要拿来清洗餐具 因为它的成分没有食品级的成分在里面 用在餐具上比较不安心 动搓吸油 其实两者都有去自效果 只是洗衣精比洗碗精更增加亮度 和衣服柔和等配方 所以如果拿洗衣精来洗碗 那可就会把化学物质吃下肚 中天新闻 网书名 郑亚文 台北报道